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金英奖开始投票,肖战、诚意、王一博都有作品入选,你支持谁呢? 8月3日,金英奖开始投票话题登上热搜,原来官方发出第32届电视金英奖首轮评选入围候选电视剧名单。 从发出的名单上看,肖战、诚意、王一博都有作品入围。 要知道在内与他们三家的粉丝打投能力都是非常强的,各位读者,你们更看好谁呢? 肖战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2023年,肖战共有三部作品与观众见面,分别是玉古瑶梦中的那片海交扬伴我。 这三部作品都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,在金英奖首轮入选电视剧名单中。 我们可以看到肖战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。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,大部分网友是更看好梦中的那片海,因为这部剧被官方亲自宣传。 属于现象级品质爆剧、收视率、口碑、热度齐飞。 我们都知道,只要出现需要打投的榜单。 肖战都会以断层的优势排在第一名,就算肖战长时间在剧组,曝光率没有那么高,但粉丝的粘性依旧非常大。 成意沉香如谢莲花楼底线。 成意共有三部作品入选,分别是沉香如谢莲花楼底线,虽然成意的性格有些慢吞吞的。 但她的演技却没话说,妥妥的脚抛脸,不仅题材不受限,角色类型也不受限。 凭借精湛的演技,他让每个角色都先火起来 莲花楼也是当之无愧的爆剧,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因为题材不被看好,但他偏偏最争气 直接用各项数据说话,要知道莲花楼大结局后,陶直接开庆宫宴 当年陶一共开两场庆宫宴,一场是因为狂飙,另一场就是因为莲花楼 王一博追风者兵与火,追风者突然官宣定档,让很多网友都很意外 虽然这部剧播出的时候,碰巧遇到与凤航 但这部剧的各项数据依旧十分耐打,它也成为陶上半年唯一破万剧 而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未猫眼,酷云上半年聚集角色热度双第一和酷云角色热度历史第一 王一博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电影上,所以2022年至2024年只有冰与火和追风者播出 前不久,王一博因未入选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,王阳凭借追风者入选登上热搜 当时我们就看到王一博粉丝强大的凝聚力 目前,肖战正在拍摄《德显景志》,2024年,他几乎很少参加活动,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拍戏 就算是这样,肖战依旧是顶流中的顶流,诚意也正在拍摄电视剧《富山海》有望成为莲花楼 王一博的新电影《人鱼》获得极高的关注度,从他们的行程上看,事业粉非常开心 相信这些作品不久后,就会与我们见面 肖战、诚意、王一博,他们绝对是内语顶流中的顶流,粉丝们的打投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看到他们都有作品入选后,网友们还是非常期待看到最终的票数结果 你们认为哪部作品的得票数会最高呢?